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厕所女神里有句话 同一件事 从这个角度看令人痛苦 换个角度看就能让人开怀 那么可以一直从积极角度看问题的人生就赚到了 我们总觉得人生艰难 很多是难如人意 总觉得烂事缠身 又不知如何解脱 其实有时候不是生活太苦太累 只是我们的角度站得不对 如果换个角度看看 生活也许就会豁然开朗 如果想不通 就换个角度 看过一则预言故事 有位老画师收了很多徒弟 有一天 他想是视徒弟们的水平 便不命题 让他们自由发挥画一幅画 徒弟们一个个摩拳擦掌 等接到考卷的时候 却傻了眼 师父居然给了他们一叠带着霉点的宣纸 而且不得更换和裁剪 大家只好硬着头皮网上画 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掩盖霉点的痕迹 只有一个人略意私存 便不慌不忙地画了一幅核糖图 原有的霉点 都被他点染成了一只只活灵活现的小蝌蚪 不用说 这个人最后继承了师父的一波 成为了一代大师 世间本无难事 有些事情看似无解 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 钱中书曾告诫年轻人 换个角度看世界 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 世界也因此以另一个面貌展示在你面前 面对困难 有的人只能硬着头皮 束手无策 有的人却敢于跳出常规 另提蹊径 如果你也遇到了棘手的难题 不妨试着换个角度 站在上级的角度审视 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 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当你学会了这种思维 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危机也能化为转机 如果走不动 就换条出路 一个朋友考研考了三年 第三年又以几分之差落吧 得知消息的那一天 他万念俱灰 一个人喝了一晚上酒 觉得未来的路都被堵死了 三年来 他屡败屡战 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毕业后也一直没找工作 只能靠自己打林公和 家里阶级勉强维持生活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次考试上 本以为会苦尽甘来 没想到命运还是让他头破血流 一败涂地 幸好他的父母觉察到不对劲 跟他打了一个电话 父亲没有责备他 只是对他说 就算没考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出来工作不也是一条好处路吗 人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父亲的话让他豁然开朗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一开始就把路走死了 他以为人生只有一条路 走不通就只能死 但世上的路有千万条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条路走不通 换条路就好 山路不通就走水路 小到难行就走大道 没有最好的路 只有最适合你的路 后来 这位朋友找了份工作 从头做起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 现在他已经是某公司的部门总监 事业风生水起 再提起往事 他轻描淡写地说的 当时以为过不去地看 现在看来都不值一提 其实我要是早点选择工作这条路 说不定现在都有自己的公司了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有的路看似光明 却未必有结果 有的路看似齐聚 却能引你通向更好的地方 要是走得太苦太累 可能只是这条路不适合你 与其不撞南墙不回头 不如换一条适合自己的 重新出发 请相信 只要找对了方向 人生中会柳暗化明 如果不开心 就换种活法 同学英子从小就是个乖乖女 没让父母操过一点心 上大学前田志愿 明明自己喜欢音乐 却还是听父母的话 选了好就业的专业 毕业后有机会转行 但还是在父母的安排下 进了一家国籍 他的人生看似顺风顺水 父母也对他非常欣慰 但他却常常感到不快乐 后来父母又在不停 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其中有一位是母亲同事的儿子 学历高家境好 父母对他很满意 英子却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找我诉苦 我为了让爸妈开心 一直压抑自己 可是结婚这件事 我真的一点都没准备好 我问他 如果你实在活得不开心 为什么不跟爸妈好好谈谈 换一种活法呢 生活从来没有固定的剧本 怎么活应该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后来 英子辞了工作 去当了一名钢琴老师 前不久还交到了一个男朋友 虽然工作比以前忙 钱也没那么多 但他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起来 父母虽然一开始反对 但看到女儿过得开心 也只好默许了 余生不长 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为了取悦别人而委屈自己 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迷失自己 如果你不喜欢某个人 就不必刻意讨好 强颜欢笑 如果你不喜欢热闹 就不必硬着头皮参加各种聚会 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 就努力改变 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换了一种活法 世界不会地覆天翻 束缚却会烟消云散 你也许损失了一些东西 却换来了发自内心的快乐 收获了未来的无限种可能 作家叶青城曾说 哪怕你可爱有如人民币 还可能存在于不流通的国度 有时候你改变不了世界 那就是这换个角度或者方式 生活顺序万变 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 当你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坎 不妨换个角度 找到新的思路 换条出路 寻得新的方向 换种活法 活出更好的自己 人生苦短 该换就换 别为难自己 别辜负岁月 心怀宽广 人间无烦恼之事 心怀善念 眼里无无耻之人 凡是换位思考 换个角度看 天地自然宽 内心宽广的人 才能拥有更广阔的世界 明天与意外 总不知道哪个先来 换个角度看问题 也许云开雾散 相对生死 其他都是擦伤 除了生死 其他都不必纠结 怎么开心怎么活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认真生活 开心工作 别人的看法 只是建议 建议还是要听的 最终的决定 还是要自己拿 不管愿不愿意 自己都要对自己的选择 和行为负责 活在当下 不后悔 相信当时的自己 已经做了最好的决定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